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辈们试制的这个方法 人所有的器官都会老化 只有一个器官会因为训练而能够保持它不老化 就是我们的脑细胞 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 我们比较希望的就是说 我们的长辈们能够借由动手动脑 让他们能够延缓失智 因为只要能够延缓失智 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福音 对很多长辈来讲 他们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做同样的事情 很多领域他们是没有去涉猎的 所以我们会不断地有新的课程 我们是排课程的 很多很多是他们没有学过的东西 不要认为因为老年人没有办法动 没有办法走 没有办法什么什么 去同情他 可怜他 我没有这个心 因为我没有这个心 所以我看到他可以做的事情 他在现在这个状况 他可以做什么 任何一个人在任何状况 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就希望说我们可以找到这些事情 让他能够做 当他体会到他能够做 他能够有这个好处的时候 那很自然他这个心性就活起来 他对自己的信心增强了 很多长辈们 第一个衰老的就是脚 我们把体能跟比较文静的课程 是穿插的 所以每个礼拜一定有体能上的课 在乐智学堂的每一堂课的编排 跟一般的那个老人中心不一样 老人中心就是老人家去 有人看着 他们喜欢做什么 跟人家聊天什么的 就是他们做他们的事情 在乐智学堂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叫学堂 因为来就是要来学习的 合起来 好 打开了 打开了 合起来 我们这一辈的人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应该开始了 就是不断地去学习新东西 学习新东西就可以刺激脑细胞 刺激脑细胞这就是一种锻炼 是不断地去学习新东西 学习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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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